韩星金贤仲和前女友崔某的官司持续了很多年 他也因为当时被爆出殴打女友 令形象跌至谷底 金贤仲在去年2月退伍之后 在首尔举行见面会回归演艺圈 之后更在日本、澳门及曼谷等地举行巡演和粉丝见面 而金贤仲时隔4年再次拍摄的新剧《时间停止时》 将在10月24日晚首播 10月23日 他和女主角安志炫及印桥正等 两项首尔举行的制作发布会宣传新剧 活动上金贤仲展露笑容 摆出停止时间的姿势给媒体拍照 跟一脸憔悴的比心 但依然有不少海外粉丝送花牌到场应援 另外这也是金贤仲自爆出打女友风波后 首度现身电视剧发布会 他开枪谈及过去卷入的是是非非 表示新剧是相隔4年回归的作品 比预期更多的媒体到场采访 很感谢大家 金贤仲坦言 过去4年间发生了很多 令人担忧以及有争议的事情 不知道应该要说什么 才能谢罪与获得原谅 但比起以演技及音乐来报答大家 希望好好生活来做回报 此外金贤仲还表示以现在的立场 至今人未可以见儿子 也不想多谈儿子 因为谈的太多 只会令小孩受到伤害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